哈喽大家好我是外卖哥杰克奖 刚刚看到没有飘过去的那个声音就是我们小五次了 也就是我们跑一百单的那个大神 他现在五高峰比较忙一会休息的时候 我就找他给他做个专访 什么情况今天占点这么多人这么多车 那你不给小五赞助一点东西啊 别人跑一个单王的称号 他不是给他发了吗 一百零零五 四人也没有赞助 啥条件 你又不是不知道 没钱 那行吗 我去看望一下他 来了 大神来了 好嚣张哦 我叫你半天 从早上一直到现在 真的太忙了 有时候你要去一下 我一直约你 约到现在 怎么会有碰面的时候吗 天天都在这里等 不急他一两天嘛 太难了 要不是你跑了一百多单 我吊都不吊你 管你是谁啊 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准备入职的兄弟 这个 你给他介绍一下你送单是怎么送的 拼的是十例吧 拼的是十例 还有一个快准盆 这三个很重要 嗯 还有这个 趁年轻 多做爱做的事 啊 啊 来咱们看一下好这边 七五哥得永生 昨天一百零五单 排名全国三十二名 我看一下 今天又是第一哈 干嘛 全国第三十二 没有 其实习惯了 我已经做三四年了 我也就是 随便跑一跑而已 我没想到不要打破站点的记录 你有什么问题你问一下 单王就在这边 很难见到的 很忙的 今天是我何不容易把它拖过来 当时没想到什么 今年刚开始安全第一 这个是最第一位 你从早上开工跑到一百零五单 你有没有中途休息一下之类的 没休息过 那你就说吃饭的时候你是在车上吃还是没吃过饭 没吃饭 中午只吃了一瓶八宝豆 这么拼啊 就吃了一瓶八宝豆 一分钟搞定不到半分钟就吃完了 我没时间吃饭 然后就是他派单是不是就说 你送完之后又来送完之后又来 对一直不停地来 什么动力让你支撑了一天 我要还债啊 赚钱买房买车 买房买车 对有没有媳妇 没有啊 好了这个视频之后万一给你找到一个媳妇你要不要 肯定要啊 是女的我都不挑 你的择偶标准是什么 我没什么要求 女孩子吧 经济善良 对父母好 就OK了 最后我要和我们大王合国语 纪念一下 加油 最棒 小五 兄弟为了庆祝你成为成功当中的大王 等我请你喝水去 去不去 走啊 感觉你那个现在都已经很疲惫了 等我请你喝瓶水 还好吧 我现在坐在大王的身后 我感觉我好紧张 他开车像 冲一样飘来飘去的 这大王真是很操心 先喝个水都要先把山取了 没有我和他一起的 你不用管他 记录我们大王的 跑单生活日常 就是我们赞点档王 一个月一天日装一千块钱 一个月一日都三万 我等下要找到要个签名 你看他怎么直接拿我来付钱 真的吗 真的吗 真的 要喝凉茶 要记这样 最近上火了吗 要下火 这样有客气 你要喝啥 我不喝 我冰箱里面有 我那个箱子里面有水 那你把他装下来 你装下来 装下来 这个多少钱 你先送他吗 我来付 我来付 看来想要成为像小五一样的人 还是需要更多的努力 别人送单的时候都 饭都来不及吃 就吃了一份八宝粥 加油 希望你越来越好